今次要和大家讲一个比较舒服的话题 怎样叫舒服? 就是说消费上令大家舒服 怎样叫舒服? 就是几千元的课息 只要你对听 你都会很容易落到决定 负担得起 而不需要想我需不需要自己打耳窿 分你身价 要讲的就是来自美国的Tributories的线 这只线我都老实说 就是之前可能是走漏眼 又或者是真的没时间去试它的线 不过我都知道我的同事 阿珍立一直都在用他的HDMI线 他说抵挽而有表现 甚至是超值有水准的表现 当然只是抵挽而水准一般的 那么吸引力会小一点 但是又超值又有高水准表现的 是不是很吸引呢? 今次我们就会由我 好了,珍立与陈伟昌分别抽出几款线 去讲讲它 因为它实在有很多产品 亦都有几个级数的 没可能试得光 我试得光 我拍一条片出来 你看到几时呢? 两条平衡线在手 一条便宜一条贵 究竟试哪条线呢? 又好老实说 或者是心态上我过去试的线 都是比较贵一点的 所以我也有点想试试 我当然试一条顶级的线 试一条贵的旗舰先 这条叫8AB 8AB一撕都是6千多元 是不是很值得呢? 不过如果你看到它的切片图 你就知道它有一条货真价实的平衡线 除了它的正负相之外 它的底线也是一样的结构 不会说我随便在那里做线做底线 或者怎样 所以整件事是很工整 亦都很认真的 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它的道体 它很强调它在用的叫LCOFC Linear Crystal Oxygen Tree Copper 也叫中文或者叫线性晶体无氧酮 怎么叫线性晶体呢? 理论上在一段长度上的道线之中 它的晶体结构薄口越少就越好 可以很明显 大家都会知道薄口越少 就是转接位越少 它的失真或传道的失真就越少 它的传真率就越高 一般的铜线 如果在1英尺计 究竟它之间有多少个晶体呢? 1500个 如果去到3N或者4N OFC无氧酮 大概1英尺里面就有400个 至于旗舰平行线百里比 它用的5N LCOFC无氧酮 它在1英尺之间大约只有70个晶体 所以有人叫做大晶体 有人叫做长晶体 它英文就是一个连续的晶体 因为在1英尺里面都只有70个 已经是很长的 Linear Crystal 换言之它的选耗失真都小很多 百里比有另一个重点 就是它每一个正负商 连接地线都用了双轴式粗右线结构 这样就可以良好传送低频 它兼顾了速度 还有它有多重屏蔽和绝缘 隔除了内外雜碎无线电波的干扰 可能说到这一刻都有人会质疑 你试开一些贵线 现在试几千元线 究竟行不行 跟刚才一开始的引子也说 如果你是听声收货 也是我现在试试听声收货 不管它便宜贵 我一开声 底下感觉就是 咦?几千元线? 为什么音场可以这么大 这么透明 这么有层次 不单止场面大 而是你会听到 音场里面的定位 层次结构的深度 每一层每一层 你都可以听到 可以百分百地说 绝对是发烧有要的东西 但是它会不会令到你觉得 一些东西很夸张 我觉得不会的 不会有一种很苦着的痕迹 很夸张的一种音效的感觉 它没有的 但是你说它是不是隔音听 总之一板一眼那种效果 很不给面 也不会 因为它始终是一条纯铜线 在高音方面 它会令到你觉得 高音是去得到 而舒服的 可以这么说 如果你这部机 是用到银线的 你觉得高音标 除了是那条银线 不适合你部机之外 也都强烈建议你 试试这条六千多元的铜线 顶级的铜线 铜的平衡线 究竟它的效果是怎样呢 可以说 由于声音度到音场的细致的营造力 表达能力背景的宁静度 这条8AB 都是一条非常称积的平衡线 无论你播出的定音鼓 大鼓 8AB 足以令到我每下鼓声 都听到分明的 有力度的 激鼓的落点 或者能量的扩散 都是有一种称积而发烧的感觉 整件事你会知道 真是值得玩超值的东西 不会觉得有什么 扯在一边 可以说我播古典 流氓曲 着试 都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 无论男女高音 广东歌 在演绎里的细节情绪变霸 你一听你会觉得 几千元 你还想它怎样呢 至于这一款入门级的平衡线4AB 它一撕三千元有罩 是否一个入门的销币 是否值得玩呢 不过说它是否值得玩 当然要说声音质素 可以说是四平八稳的 所以我强烈建议 如果你是一个入门的玩家 你正在摸索一些音响的教声 各样东西的话 而又想知道平衡线 对不对你听 或者对不对你的机器 这本四平八稳的线 是值得你去投资 可以说是很保险的 它没有一些怪声 或者叫微精 令到你走错路 或者教声的时候 的方向会出了乱指 一条这样的线 就可以帮助你去摸索 究竟配搭 平衡线是怎么玩的 你玩完一轮之后 那两千多元一撕的消费 才再去换其他的线 那两千多元 都不是 好厉害而已 或者你可以直接换它的 顶级线 都不是很贵而已 不过总之 是要有一条很静路的线 给你去知道 究竟平衡线是怎么玩的 又不会令到你走错路 是值得大家试试的 接着就会到 曾立和陈米昌 他们又会说一下 他们选择了的线 究竟效果是怎样的 大家一定要听听下 如何选择 其实我自己对Tribetries 这个牌子的出品 一点都不陌生 因为我一直都用Tribetries的 HDMI 线传送影像讯号 在颜色表现 画质表现方面 是相当出色的 而今次我是第一次去试Tribetries的喇叭线 和电源线 Tribetries有三个系列 4系、6系和8系 今次两款都是8系的出品 先讲喇叭线 Tribetries有两项很重要的设计 必须要强调的 首先就是每一款都是人手制造 每一款都是经过独立测试 才推出市场 而Tribetries这个8系的喇叭线 它就用了最典型 也有最有信心保证的声音结构 降低它传输信号时的内阻和失真 它也有三层的住原设计去确保 它战内不会互相干扰 也不会被外来的信号干扰 这个8系的喇叭线 就用了三组不同的道体 一组就是22AWG 一组就是24AWG 一组就是28AWG 这个设计就会更加有利于传送 高中低三个频段 先说说Tribetries的喇叭线有什么特点 因为除了8系我都有听过4系的表现 我会用玲珑浮特去形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的传频 会将应该强调的东西 应该强力的东西 应该轻的东西 对比的细节是做得非常理想的 而低频的重量和动感是很强的 4系和8系的分别 就是8系的声音速度和分析力 还有就是控制力和声音层次 是明显比4系强的 令到整个音场的立体感就更加强烈 而且每一种乐器的立体感 都可以呈现出来 整个乐团每一种乐器排位的分离感 会做得更加理想 另外就是听一段交响乐的录音的时候 后面那个大鼓可以说我在试访测试的时候 同一套系统都没听过这么强劲的大鼓的能量 还有那种质感 还有声音的弹跳力 是非常理想的 在听吉他 人声 那种饱满度是相当之好 而且分析力是很仔细的 可以听得到中低频 口满之中有很多层次 令到吸引力更加好 至于他的高频 我自己觉得他有少少shiny 令到声音的听感 你会觉得很有戏剧性 很有感动力的能力 如果和我们一向在用的参考线比 你会觉得他相对是dramatic 而dramatic之中 他亦都可以保持到他很好的控制力 令到那件事不会夸张地善情 接着就是说电源线 在8系的电源线 他用了12AWG的线芯 也有一定的粗口程度 他用了三层屏蔽 会防止EMF RFI干扰 亦是多重粗油的设计 在听听这款电源线的时候 我分别将它接入Luxman X07的SACD机 和Audio Experience的膽合拼机 在我自己的体验来说 我发觉他接信源是比较理想的 他会令到声音特别流畅 他和喇叭线都是八系 我自己觉得 声音的表达上面 其实两款不同的线都很近似 而电源线 我会觉得他的铝声 高音会带多一点甜滑感 另外吉他弹力非常之好 高音都是有点亮亮的感觉 令到很shiny 很有光澤 好像有些很抢眼 很容易注意到声音的细节 声音的立体感和声音动态 中低频非常饱满 低音提琴的大牛筋 鋼琴的声音能量 也是有很风性和很风润 另外就是细节的动态 对比较出色 应该轻的地方可以去到很轻 应该重的地方很有力 低频的能量很足 同样也是有一个很dramatic的感觉 另外这款电源线 我会觉得他令到不单止是个立体感 通透感也好了很多 看到个乐团很深很远的感觉 这件事是我觉得值得一赞的 其实Tribertries对于我来说 都有一个很大的惊喜 因为我们用的参考级的电源线 喇叭线 个性都是比较直率 而Tribertries的优势 就是它的情感表达可以很丰富 很突出很势力 而且它是应强則强 应弱則弱 你会觉得很容易触动到你 感情是比较丰富一些 令到你很容易去投入音乐 亦特别去留意音乐的细节 音乐的内容 音乐和你交流的动感 是很容易复杂到你 我认为 如果你不是特别追求一些 減听式的参考线 Tribertries 一听就会令到你很投入音乐的 两款发烧线 值得你去听听 你好我是陈慧昌 我今次就是负责USB线这部分 这个就是Series 6的USB线 它的价钱不是贵的 只是一千多元 但是它的效果是非常出众的 我不止把它用一般的USB线 即是电脑那些去对比 亦都用差不多价位的音响级的USB线去对比 那么很多USB线 或者甚至数码线 以往的经验就是 它出来的效果 通常都会令到声音会静了 音像会晃了 细节会比较鲜明了 这一条线也是一样的 一般好的数码线的特征 它全部都有 但是很少数码线是会影响到声底的 而这一条是有的 它的声底是像它同厂一个高阶的 产品系列Crimson的电源线 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一款电源线是我们一直在大房用的 用来插后吸 它的声底是比较厚暖 饱满 人声那方面是很吸引的 音场会很大 音像会比较大些 它虽然是这样 但是不夸张的 是讨好的那样东西 如果你是听一些小编制的音乐 或者是反过来用来看动作电影 那些 由音乐感到音效都是很好的 而这一款线 它出来的中音和低音 就有那种Crimson的厚暖 当然不是那么夸张的 整体上面是平均 但是也可以听到一个 挺吸引的人声 和挺温暖的声底 还有一个箭底 箭得挺好的低音 是非常讨好的 无论是用来打机 听音乐 看电影 其实这一款线 都是很值得买的 因为它的价钱 然后给到你的声音 是很值得的 正所谓重要的时候 要多说一次 Tripetry 的线 每一条都是人手制造 每一款都是经过独立测试的 另外它们的旗舰系8系 是用含银的刊料去刊接之外 它们的插头、端子 全部都是用Dithurium 和铜去制造 这样就可以确保了它们的高传度性 另外就是稳定性和坚固度 所以8系、旗舰系 可以说是非常超值抵玩的选择 Tripetry 的线 究竟在消费上有多舒服 或者有多伤移呢? 就以这一款 它顶级的旗舰级8系的平衡线 一米都只不过是6千多元 它入门的4系 当然便宜很多 大家可以上去亚泳的官网 它全部展示给你看 不同长度、不同型号 究竟价钱有多伤移 这里有多伤移 管制的石段 什么都顺客 我也觉得什么都یک锋 可以说的 那就是全部移植